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意志上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会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 他们可以在自身所处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还会成为全球性的名人 相当厉害 这类男人命很硬 虽说一辈子会经历很多大风大浪 但是到了最后都可以成功化险为夷 还能够长命百岁 他们从来不会为了钱财的事情发愁 因为在他们看来 赚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轻松的事情了 到了年老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 二 两眉之尾的太阳骨向上隆起 两眉之尾的太阳骨向上隆起的男人就属于极贵的面相 他们很聪明 成熟理性 这类男人极为早熟 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也知道该如何获取 他们心思缜密 做事冷静 果敢干练 从来不会拖泥带水 即便处于巨大的危机中 也能够保持镇静和淡定 从而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类男人进入职场后 可以取得娇人的好成绩 还能够不断升职加薪 另外 他们手头也极为宽裕 从来不需要为了钱财的事情发愁 到了中年的时候 便可以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豪 三 整骨突起 整骨突起的男人 养尊处优 就是富贵人家的小少爷 从小到大顺风顺水 不会体会到人间疾苦 也不会遭受社会的残酷毒打 他们可以被父母保护得很好 家庭条件相当不错 家庭背景也极为强大 他们可以在父母的安排下 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 只要这个世界上可以用钱来摆平的事情 那么这类男人就不用有任何担忧 而且他们颜值也很高 不管是想当大明星 还是娶富家小姐 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这类男人非常善良 还很喜欢帮助别人 而且极为低调内敛 所以并不会被仇富的人盯上 等到结婚之后 他们会选择过上平静的生活 还会拥有两个级以上的孩子 这类男人晚年生活也极为幸福 身体强健 手里还特别有钱 自然不会有任何烦恼 四 额头风龙宽阔 额头在面相学中 不仅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出身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领导力和社会地位 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风龙而开阔 饱满平滑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非常的聪明 目光长远 很有大局观 志向也比较远大 属于难得的富贵之相 而且这种人大多出身较好 学习能力比较强 从小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长大也能得到家中的帮助 身边贵人较多 再加上个人能力比较出众 往往能够获得非常很好的收入 和很高的社会地位 属于难得的帝王之相 剑梅凤 在古代皆是以武力争天下 所以要在乱世为王 除了个人能力以外 肯定是要文武双全 眉毛在相学中称为 饱受功 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气数 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所以眉毛在五官中也称为 礼仪之官 如果一个人长有健眉 眉尾上翘的话 这种人一般看上去比较的凶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刚直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有气势 做事不畏困难 若是再配上一双凤幕的话 则勇猛不乏智慧 头脑睿智 能闻能武 必有一番大作为 六 眼睛炯炯有神 黑白分明 眼睛贵在 神韵 根据一个人的眼神变化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变化 如果一个人的眼睛 长得炯炯有神 黑白分明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聪明 反应较快 变通能力比较强 处事非常的灵活 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 在相学中 眼为君 眉为尘 眼睛有神的话 一般毅力坚韧 做事坚持 而且双目显微 有着很强的驾驭能力 管理能力非常强 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七 眉高 正所谓 一将功成万古枯 如果想要成就一番大事 成为王者 那身上必须要有那种 杀伐果断的帝王之气 眉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 和处事的态度 一般来说 眉骨较高的人 大多很有胆识和魄力 敢想敢干 很有锐气 既有着向上抗争的勇气 也有着勇往直前的胆气 和不怕失败的豪气 即使暂时地陷入到困难和贫穷之中 也能白手起家大翻身 有着很强的统治力 很有威严 能够通过自己的霸气征服他人 让他们甘心受之驱使 也有着威震四方的雄心 这些都是要成大事者 不可缺少的品质 八 耳大福后 耳朵为慎的外翘 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源 寿命和财运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贵人运势 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耳朵厚大的人一般智商较高 思维缜密 为人处事方面 也非常的有胸襟气度 包容之心比较强 善于团结身边的人 做事非常厚道 内心稳重大方 而且立志高远 处事果断 不论多难的事情 都能从容面对 定力很强 不容易动摇 往往能够得到周围人的敬重和幸福 得到贵人帮扶 一生福气和财气厚重 九 神情气足 人的外貌 是个人精气神的外向 通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做事态度 如果一个人整天看上去精神恍惚 双目呆滞无神的话 这种人大多不思进取 没有志向 整天浑浑噩噩 做什么事情都很难专心 即使有心帮扶 也难成大事 而若是一个人神情气足 目露精盲的话 这种人大多头脑聪慧 做事积极 尽力十分的充沛 无形之中 就会散发出一种威仪之感 做事干脆利落 很有魄力和主见 有着很强的领导力 能够克服身边出现的各种困难 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早晚必成大气 时 嘴唇红润有光泽 牙齿紧密 缝隙很小 这类人属于天生的好命之人 从出生的那刻起 就注定了他们不会成为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 由于家境殷实 他们从小享受到的生活条件 以及接触到的人 肯定都和普通人不一样 他们可以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 还可以得到父母精心的抚养与照料 长大之后 他们的事业和感情运势 也会一路顺风顺水 因为不管是资金 还是管理 都不需要自己去操心 会有人暗中帮忙把控 他们从来不会缺钱花 父母极为关系爱护他们 即便这类人不想工作 每天颓废懒散 吃喝玩乐 也照样不会因为 钱财的事情而发愁 不过这类人性格很好 所以还是非常讨喜的 不会遭受 仇富之人的报复打击 而且他们还可以 充分借助于风水学的支持 比如说通过佩戴饰品 放置摆件 以及家居布局等方式 让自身好的运势 一直延续下去 与之相对 有些人天生就是一幅穷困象 他们穷困潦倒 注定一辈子没办法拥有 大富大贵的生活 即便在赚钱和工作方面 付出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也依然难以得到想要的结果 想要知道自己 是否拥有穷苦命 可以通过看面相的方式 得知想要的结果 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 男人最苦最穷的面相 一 肩门特别凹陷 这类男人是典型的穷苦命 小时候出生于穷苦人家 爸妈不但穷 而且还没有什么责任心 只顾生不顾养 他们无法从爸妈那里得到 关心和爱护 小时候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问题 都无法得到解决 他们无法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因为根本就没钱读书 需要早早进入社会打拼 这类人没什么技能 因此在职场中 只能一直从事低端的工作内容 虽然很辛苦很劳累 但压根就赚不到太多的钱 手头会变得极为紧张 更为糟糕的是 他们还会经常遇到 意料之外的破财事件 比如说家里失窃 走路上遇到小偷等等 总之很难累积到可观的财富 二 嘴盒不拢 经常张开 这类男人嘴巴很大 管不住自己的言行举止 经常会因为某些出格的言语 或是举动 引起身边人的不满 他们人际关系很糟糕 身边围绕着很多小人 随时都有可能落入他人设置的陷阱中 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很差 从小到大 体质都很虚弱 抵抗力和免疫力也很差 会承受很多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更为糟糕的是 他们还会时不时遇到严重的意外流血事故 需要长期住院疗养 这类男人很难享受到 惬意悠闲的生活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会遇到挫折和阻碍 他们压力很大 还会出现抑郁症的倾向 尤其是到了晚年的时候 日子会穷困潦倒 不但没钱 身边也没有家人朋友 就连生病了 连个端茶倒水 嘘寒问暖的人都没有 非常可怜 最终只能在痛苦中离世 三 眼睛特别无神 这类男人做事没什么毅力 胆小怕事 唯唯诺诺 经常被人欺负 而且他们没什么脑子 做事慢吞吞的 效率很差 经常会处于失业的状态 他们家庭条件一般 自己又没有本事 所以只能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 在感情生活中 他们很难遇到心仪的伴侣 到了适合结婚的年龄 可能会在亲戚朋友的介绍下 与并不是很喜欢的女性结婚 婚姻中将充斥着 特别多的矛盾和纠纷 夫妻俩经常大吵大闹 大打出手 他们还有可能会被 另一半戴绿帽子 这类男人一生之中 会经历多段婚姻 不过仔细运势浅薄 到了年老的时候 很难享受到美妙的天伦之乐 可能会处于独居的状态 另外 他们的健康运势 也极为糟糕惨淡 会遭受很多重大疾病的侵袭 很难长命百岁 而且晚年的时候 还会承受很多肉体上的痛苦 面相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面相原子生活 原子心态 大气的人 从来不因鸡毛蒜皮生气 包容的人 从来不因他人缺点较真 善良的人 从来不因人心良宝改变 做好自己 端正自己的人品 善待世界 笑对荆棘 何期待人 拥有好面相 拥有好福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